字幕提供 我覺得聽到的時候 覺得很悲傷的事情 因為選秀門的那個前藥是非常的短 有的人是只有十二年 有的人是十五年左右 非常非常短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的选手 一定是很期待这个比赛 然后就让世界看到自己的能力 但是最可惜的事情就是 所有的国家看不到有才能的年轻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之不合理 因为政治和体育不可以混在一起来说 现在是因为政治这件事情 而不能出赛的话 我很替选手们觉得非常之不合理 蛮可惜的 不只是香港的运动员 因为他们努力了这么久 训练还有练习之类的 虽然听起来好像因为一个地方名称的命名的事情 而决定要取消台中的运动会 好像听起来很小事情 可是影响到的是运动员他们本身自己的努力 就不管是香港的运动员好 还是日本韩国等等参与的国家也好 我会觉得蛮可惜的 大人们的那些讨论的事情是 应该要为了这些年轻人 让更多的发挥 我知道很多人是在乎名字的事情 但是大人们很在乎这个名字的事情 然后影响到那个小朋友们的这个发挥的机会是 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 要说运动跟政治分完全分开是不太可能的啦 就关系一定是有的 那因为这个事情我有想起就是最近也有说到 就是航空公司对于台湾命名的这个事情 也是有一定的争议啦 那台湾的街头上也会看得到一些证明的活动 签名活动 是会觉得台湾就是叫台湾就好 就是其他的我会觉得好像就比叫台湾更尴尬 今次香港身为香港人 香港的选手不可以出财 我觉得非常之不是很好 因为涉及到这个政治的问题 现在到时看选手们不可以出财 我觉得他们看他们不值得